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来个简单的炒韭菜 菜虾米炒咸肉 咸猪肉 很好吃,很夜味 韭菜已经正好,加了咸猪肉 简单单,但味道一流 首先,我们有少少,也不少 这里有300克的猪梅肉 梅肉扒 我喜欢用梅肉扒 因为有肥有瘦 可以用瘦肉,五花肉更好 如果用五花肉更好 首先,冰箱解凍,洗干净,拆干水 然后放点盐 放点盐,在两边放点盐 铺平表面就可以了 我的盐里面有少少五香粉 这方法都可以照样的 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放在冰箱里腌 六个小时以上 放在冰箱里封一封保鲜 不要让它降 然后,有少少虾米 10克左右 我们浸水,浸软 然后,我们看看今天的材料 醃了的猪肉 很简单 虾米已经浸了 少少金笋 用来搭拌 然后,我们有些韭黄 有些芽菜 原来韭黄太贵的 可以不放的 一时时的 太贵不值 只放韭菜就可以了 韭黄比较少些 都可以 如果用韭菜花来代替韭菜也可以 没什么问题 比较弹性的 首先,我们把韭菜切掉 韭菜头有特别多泥 我们要小心注意 先切掉它 4cm 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太长 太短就难够 太长 容易接近 太短了 家里有老人家 有小孩 就要小心了 对了 煮完之后 放在水里浸 浸一个多钟以上 所有菜都是这样的 韭菜也是 4cm 韭菜多长 韭黄又多长 那就可以了 韭黄是贵的 但比较少些 比较少些 它的味道更好 其实 我们浸一浸 浸一个多钟 浸完之后 我们洗一洗 接着 我们先放在冰 那些猪肉 我们洗一洗 腌完之后 表面有些盐分 洗一洗 然后塑干 接着 切一条条 大一点厚度的条 这样一吃 口感才好 有时 切得太幼 或者太薄 都可以 但口感也没那么好 既然有这么多猪肉 有几块的猪肉 差不多300g 我们可以切一条条 粗一点 咬下去就好 好多了 甘筍 接着我将甘筍 随意的 切一点来搭一搭吃 最好你跟回韭菜 这样的尺寸 当然 炒出来更漂亮 而且用筷子夹来吃 那时候就更方便 麻烦等下有可能有广告 你可以一边欣赏美丽的广告 一边帮狗狗猫猫掃背 鱼房呼吸法 或者我们骑楼走 麻烦 麻烦 虾米 我们要选一选 很多时候 背脊的一条黑线 还在 背脊的一条黑线 肚子就是这条 这条是腸 我们拿走 肚子的一条黑线 就不用理会 神经线 很多时候 虾米 很明显 黑线在这里 很骄髒 就清一清 接着我们准备一锅 中火器锅 烧热锅 有点烟 我们放油 这些油 是旧油 所以用玻璃盃 然后 然后呢 这些油有烟的时候 我们呢 放一些咸猪肉 下去煎 煎到两边有色 通常呢 我们是 拿一块猪肉 拖一拖 顺滑的 你就放下去了 不顺滑的 就等待才放下去 这样呢 就不会黏锅了 我们慢慢煎 煎到它有色 煎熟 很快的 其实不用担心 煎到它 四围 表面有颜色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它就已经熟了 始终不是太厚 只不过它比较长 但是煎香去呢 然后先炒 正好很多 好过出水 我经常觉得出水 有点浪费的东西 反正呢 有猪肉 这些煎肉呢 它有带少肥 香很多 有些猪油 融了出来 等下 和韭菜一起炒的时候呢 特别香 韭菜本身已经很香了 其实我也很喜欢吃韭菜 因为为什么呢 炒 放少量盐下去 就已经好吃了 而且又不是贵 拿些猪肉 放在边 洗一洗锅 烧盐锅 放油 放少量油 放少量油 不要紧要 当然你可以倒些油出来 我们先爆香 虾米先 很容易的 爆到的味道出来了 你会闻到的 即刻 表面呢 它有点干干的 焦焦的 这样就香了 因为使用它浸过水 浸过水 我们是要炒香 继续中火 你看到有些泡 是不紧要的 有些水分 其实是 然后我们开大火 将韭菜炒 全程都开大火 然后不需要 怎样的了 全程开大火 因为炒韭菜要大火炒才香 韭菜了 甘筍条 全部放入炒 好快就吃得了 因为韭菜很快就熟了 很快就熟了 你将这些菜 像是炒菜 但是 将它炒开 你用锅的温度 即是 不要集中在一起 将它炒开 因为锅旁边也是热的 炒开它 这样快很多 和香一点 你看到我轻轻 撥开大火 撥几下 它已经基本上了熟 你看到我轻轻 撥开它 摊平它 快一点 这样 因为主要令它受热 然后我们可以搭少少盐 这样的狗 因为猪肉是咸的 搭少少盐 可以加少少糖 炒到韭菜了 你看到明显 软软的 它已经开始熟 熟了 软就熟了 然后我们把咸猪肉 放进去 很快 再来吃 再等一会 再来吃 狗黄 还没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 狗黄 就大功告成了 你试一下够不够味 够就够了 放进去 狗黄 轻轻拌均匀 就可以起菜了 很快 很简单 前天就要够吃猪肉 够吃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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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麻烦未订阅 请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可以告诉我 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 三五 下午五点半上片 有时星期四 都会上的 都是五点半 大家留意一下 完成 吃得 超级好送饭 酒更棒 送啤酒也好 送烧酒也好 都好棒 好香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